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习包子哀求美国拿出9000亿美元 挽救中国经济 习包子访问旧金山与拜登会晤的真实意图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被揣测 我那时候也认为习包子来主要是想欺骗美国 让美国减轻对中国经济制裁的压力 从而获得一个喘息时间 这样习包子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武力侵略台湾 占领台湾 所以说美国主要是担心习包子被惹急了 就像拜登以前讲的 当有人变得贫困了 有的国家有的流氓团伙 他就会变得危险 也就是担心习包子会发动台湾战争 因为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危机重重 俄乌战争还在进行 哈马斯又发动了新的中东战争 如果中国再打台湾的话 那整个世界都可能乱了套 但是最新披露的一些情况表明 习包子之所以来美国 原来是为了哀求9000亿美元的救援 据美国战略分析师历史学家 Gregory R. Copeland 11月21日 The Oil Prize Oil Prize看网站上发表的文章爆料 在访问旧金山期间 习近平私下里请求美国总统拜登 为中国经济提供90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 而且Gregory说这个消息是来自中国内部 目前他不能够披露这个消息来源 在这篇文章中 Gregory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现在终于意识到中国经济面临崩溃 所以才会向拜登 卑躬屈膝的要求援助 而且他指出最近习近平 情绪越来越反常 一会儿是感到绝望 但一会儿又反复无常 就是一会儿狂妄 一会儿情绪低落 而且他说习近平 对攻打台湾 也是一会儿决心要打 一会儿说台湾不能打 所以弄得他的部下莫衷一事 但是这个消息的确是令人震惊 而且现在无法核实 因为目前西方的大报也没有报道这一消息 很明显他们在想方设法的核实消息是否确切 因为这个消息可能知道的人比较少 从习近平的习性来看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从美国的经济形势 以及美国政府的行为模式来看 美国是绝对不可能向中国提供 千亿美元的救助资金的 为什么呢 第一国会不会批准 美国政府没钱 美国总统其实仅仅是相当于一个正常国家的外交部长 美国真正的权力 财政大权掌握在国会手里面 也就是说任何拨款都要国会同意 而国会现在是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对中国中共充满了反感 他们巴不能得中国崩溃 他们绝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大量的资金 即便中共在很多方面做出让步 那也可能性不大 从历史上来看 美国比如说现在向乌克兰提供了近千亿美元的资金 美国也曾经向伊拉克和阿富汗 宣后投入了 大概累计投入了几万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呢 一笔不可能提供九千亿的 就是美国向阿富汗投资的几万亿美元 都是每年给个几百亿 一两百亿 给伊拉克也是 每年拨款一两百亿 他不可能一下子说 我给你九千亿美元 即便习近平认为他有很多牌可以跟美国做交换 比如说出卖俄罗斯 出卖伊朗 或者说等等一系列都可以 就是说细胞子认为 我以后就好好跟你美国合作 然后你给我这么多钱 但是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当然从另一方面角度看 这个事情也非常有可能 因为否则的话习近平可能不会到美国来这一次参加这些活动 跟拜登进行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 因为习近平呢 是单于幻想 他明显呢 是中国西北的那种躲娃子 就是说呢 头上戴着三阳肚毛巾的那种蠢货 世世代代呢 都愚蠢无比 愚蠢愚昧呢 近亲结婚呢 几乎是他们两千年来的这个 已经养成了这种基因 所以说他的愚昧呢 是根深蒂固的 愚昧的人呢 是用于单于幻想之中 就是说呢 他不可能判断 美国是否向他提供九千亿美元 你说美国有什么理由 向你提供九千亿美元呢 仅仅是因为你可能 要发动台湾战争吗 不大可能 但是呢 单于幻想的习近平 反复无常的习近平呢 可能呢 有这种幻想 觉得哎呀 我放弃打台湾 甚至你美国要求我从南海撤退 也可以 或者说呢 你要求我在边境 在这个减少对印度军队的这种对峙和压力 也可以 或者说呢 你要求我呢 放开对美国企业的这个 这个经营限制 或者也可以等等 或者呢 你要求我 就是说这个那个 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认为呢 他完全能够跟美国进行一系列的交换 来获得九千亿美元 这个恐怕是幻想 我相信习近平会失望 而且呢 习近平之所以提出这种 这种哀求呢 显示呢 他有点背功屈期 而且呢 显示呢 他已经实在没有办法了 因为习近平 是中国什么 经济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中国金融什么领导小组组长 中国什么财政领导小组组长 也就是说呢 他不仅仅是 中国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党中央总书记 他另外还担任了十几个 二十来个小组长的这个角色 这每一个组长都是要命的 就是说都是最高的财政领导人 最高的金融领导人 最高的这个计划 经济计划领导人 最高的这个经济委员会领导人 等等等等 外资投入领导人 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 所以说呢 习近平这样呢 这么愚蠢的人呢 他本来应该就是干很少的事情 但是呢 他却把什么权力都抓在自己的手上 再加上他又提拔 像蔡奇那样的一大帮废物 存货 那都是地球上最愚蠢的家伙 但是习近平呢 完全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这个人才标准 来提拔这些蠢货 所以说呢 令他自己也令中国陷入绝望之中 另外呢 就是普京想结束俄乌战争 最近呢 普京有个讲话 这个讲话呢 你看了就让人生气 他说呢 我们俄罗斯呢 不是故意去侵略乌克兰 意思就是说呢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个乌克兰也有很多错误 比如说他们在登巴斯地区呢 跟这个我们俄军 还有跟登巴斯民兵打了八年仗 还有他是很多方面呢 跟我们不合作等等 诸如此类的反正 他认为他是有足够的借口的 而且呢 他现在呢 想要 就是说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而且呢 他声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了 这个呢 只能表明了一个事实 俄罗斯打不下去了 因为俄罗斯首先就没有武器了 打仗需要武器啊 他的武器库呢 快要空了 总不能说让士兵端着枪去打仗吧 现在这什么时代了 对不对 对待他这个态度呢 乌克兰政府呢 态度很鲜明 继续打下去 因为乌克兰他有法令 任何人不得与普京政府私自谈判 必须要收回全部国土 这是乌克兰谈判的第一条前提 在这个前提满足之后 也就是说呢 俄罗斯军队退出登巴斯 退出萨波罗若 退出克里米亚 退出赫尔松 就是退出所有的占领领土之后呢 乌克兰人 乌克兰政府才有权与普京进行谈判 不仅乌克兰政府态度明确 乌克兰军方的态度更是积极 因为通过过去一年多的作战 他们已经知道了 俄军都是一些什么玩意 都是一些酒囊饭袋而已 所以呢 乌克兰军方的态度比政府还要强硬 是两个字 打 至于乌克兰社会呢 现在更是群情激愤 因为过去一年多来 他们受够了惊吓之苦 而且呢 现在呢 他们基本上已经在跟俄罗斯的战争当中 不仅打了个平手 而且呢 占了上分 所以说呢 乌克兰社会的普遍态度就是 打 也就是说呢 乌克兰政府的态度是打 乌克兰军方的态度是打打 就是加强了一倍 而至于民间的态度更是打打打 加强了三倍 不过呢 也有一则消息呢 令人震惊 那就是乌克兰国防部准备首次为乌军士兵采购军用耳机 还有战术防弹背心和头盔 以及一些个人防护装备 因为那个个人耳机 因为现在呢 在前线作战的时候 军人不可能在 都待在这个可以喊话的那个范围之内 那样是很危险的 敌人那个无人机一下下来就能炸死好几个人 所以士兵与士兵之间现在都保持足够的距离 所以呢 他们需要耳机通讯 其实这个耳机通讯花不了多少钱 几个钱 另外呢 战术防弹背心呢 几乎是现在西方军队的标配 当然中国解放军俄军也没有 还有头盔呢 当然更是标配 俄军呢 有 但是俄军头盔的质量很差 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包括其他个人防护装备呢 应该这样说呢 俄军要是跟美军相比的话 那简直就是差了可能一千年 因为美军呢 现在每个士兵身上的装备 动辄都是价值十万美元 二十万美元 而俄军身上的装备呢 大概只值一千美元到两千美元 而至于乌军呢 很可能更可怜 这个问题呢 其实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 没有人注意到俄军 那个乌军士兵的这个装备 这么惨 连这个头盔都没有 就普通士兵甚至都没有头盔 或者说呢 他那个头盔呢 也都是在以前前苏联时期的头盔 那个头盔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手榴弹在附近爆炸的话 照样能把你头打伤 现在呢 可能乌军呢 终于要下定决心 为士兵配备 接近北约标准的 这个防弹背心 头盔 还有其他的一些 个人装备 其实呢 乌军并不缺乏这个钱 只不过是乌克兰国防部 习惯于把钱花在 其他方面 你比如说 保证领导的柱子舒服啊 保证这个领导 给领导安排很多救护兵 安排很多开支啊等等诸如此类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呢 很多人都一定 都一再指出 比如说网络著名的乌克兰消息的 这个发布者 尼克塔就痛骂 说乌克兰国防部的官员 都应该被枪毙 他说一年多来 他都看见 至少有一百个人 对此冷嘲热焚 指出呢 前线的乌克兰兵 简直就像一群臭药饭那样 也就是说呢 他们装备落后 完全是跟俄军拼命 所以说呢 他认为呢 这个乌克兰的腐败 实在是太可怕的 他这个实际上是 两千年的恶血 也就是说呢 大家考虑问题呢 都是看着领导 都是想着为领导效劳 这也是为什么 泽伦斯基把乌克兰国防部的 所有的部长统统解雇 因为那帮家伙呢 都把自己当成贵族 他们从来不真正的关心士兵的安全 另外呢 乌克兰还逮捕了情报局的前局长 尤里希格尔 逮捕他 当然一个呢 是他习惯性的腐败 最主要呢 他可能涉嫌与俄军合作 所以说呢 乌克兰人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到现在为止呢 乌克兰人中间仍然有大批的间隙 这些间隙呢 过去跟俄军跟普京特务都有过接触 有过合作 也就是说呢 普京当年他的那个情报局的第五局 第五处呢 向乌克兰人做大量的工作 送大量的金钱 礼物 美女 并 虽然贪污了一些 但是应该说很多都送到了 只是呢 乌克兰人比较 很多乌克兰人比较狡猾 他们一看苗头不对 他们呢 就没有兑现他们的诺言 就是说呢 没有兑现他们当年给俄军 俄国情报人员的承诺 没有临时倒戈 因为他们也得看情况 现在这个主要是民生 民分民气呢 向着乌克兰的这个泽连世纪总统 他要是背叛的话 很可能 他自己就完蛋了 所以他只好应付 跟俄军应付说 哎呀 我们现在还不能 还在等待世纪 等待世纪 当然一等就等黄了 所以说呢 这也证明呢 这个乌克兰情报局官 或者是这个 这个有关部门呢 最近一直在逮捕一些官员 是有依据的 因为的的确确呢 腐败分子太多 情报就是人员也太多 也就是说呢 为这个俄罗斯效劳 或者跟俄罗斯有勾结的 这个情报人员 或者将领啊 或者民间的这个额奸呢 也确实太多 不抓不刑 odle量的笔 进解温 并而 denk 水 好吧 你 我 密砒